每一次遇到鳳胎 也就是剛才遇到大條 七國區龍山里就一定會來喝水 不過在這幾次的鳳胎都沒有發生災情 就是因為七國區的六星水沒有發揮功耗 控制海水倒管 離這處的海葵鳳胎 水利局局長到很多位議員 也特別建議七國抽水戰來關心 希望可以平安躲過這次鳳胎 七國區龍山里 以前都是龍魚飲水的地方 因為地勢比較低 如果是鳳胎來時的飲水 平常海中也會影響顧民 不過這次都沒有災情發生 就是因為幾年前的六星白水水問失敗 讓顧民不再為他們水困擾 我們這個六十五十三很重要 我們很快要到眼光 這就是我們這個六十五十五十號 這就是因為我們這個六十五十五十號 這就是因為我們 我們這個六十五十五十號 我們來見證 今天我們這個六十五十三 所以我們正好就說 這效是非常重要的 六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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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懷疑了 它有很大的恐慌 是怎樣呢 你想我來看 它已經水平面 水平面餐裡面落差將近1.5米 最實力的東西 幾個地方 我們中山比較低化的地區 是稍微放起來的 甚至夠高高 我剛才說 因為這幾年來 中山是可以 它可能是 它可能是10.5米 現在不要說水平面餐 這時候 用水平面餐廳 這個大砂粉 它很大的作用 這次要開放 市政府也已經準備好 要讓六星白水追問 繼續發揮功效 在四月上五 水平局局長 和很多議員 也在北到現場關心總共 就是希望可以應好白水 讓七國區的利民可以安心 記者沈摩瑩 肖建偉七國區 蔡宏波德